不是政治 不是財經 不是體育 歡迎收看就是娛樂 我是吳儀佩 我們來關心11月8號的娛樂新聞之前 其實要跟大家分享一個 我今天在報紙上看到斗大的標題 我真的看到的是有嚇一跳 因為家裡的很多長輩 還有婆婆媽媽 還有叔叔伯伯們 好像都是面臨這樣的身材 今天新聞的標題就講說 如果你現在觀察一下 如果你的腰是特別粗 然後你的腿是比較細 就是說你的腰跟腿的比例 是屬於粗跟細的比例的話 小心了 你在以後 得到慢性病的機率 是一般人的高達三倍之多 所以現在電視鏡頭的觀眾朋友 趕快Check一下 你是不是屬於這種身材 那當然現代人有會很多文明病 包括了胃潰瘍 或者是腸道不健康 會有一些大腸癌的風險 或者說你常常看3C產品 會有一些眼睛的黃斑部病變 你不要以為你說 你現在看得清看得明 你再不注意的話 也有可能你眼睛很快的 就會呈現有黃斑部病變的狀況 如果有一些現代文明病的 一定要收看我們今天的節目 我們在新聞過後 我們今天請到了一位 一些藝人跟達人要來跟大家分享 怎麼吃才會更健康喔 好 我們趕快來看一下 今天的娛樂新聞 首先來看一下是昆凌 昆凌他今天擔任了愛心大使 分享他的媽媽金 記者朋友就很關心了 在家裡到底是照顧小周周的話 昆凌跟周杰倫兩個人 到底誰是黑臉 誰是白臉呢 大家都以為說周杰倫他有雙結棍 會呵呵哈戲 所以周杰倫應該是黑臉吧 結果沒想到昆凌說 他自己是虎媽欸 汐止天王嫂昆凌8號出席公益活動 擔任愛心大使的他 特地從上海飛回台北 為等家寶寶做餅乾 硬賣募款 真是人美心也美啊 對 因為我覺得我對於寶寶 可能當媽媽之後 對於他們就是心裡的負擔很大 覺得看這些寶寶 就是很需要大家的幫助的時候 我覺得如果我不來幫忙 我覺得我很會對不起這件事情 我會心裡覺得很有愧疚感 身為新手媽咪的昆凌 對女兒小瘦周 也是有一套自己的育兒金 什麼 這麼美麗的昆凌 居然是黑臉虎媽 對 她個性其實是挺固執的 然後她就是要什麼東西都一定要 不然她就會開始尖叫啊什麼的 然後我才發現 我在她心裡面是虎媽的角色 因為我每次這樣 嗯 她就會趕快跑走 所以她都扮黑臉 對 我是黑臉的角色 對小孩來說 其實好像不用做什麼功課 其實就要很有耐心 然後跟 其實看他們想要幹嘛在幹嘛 因為如果你準備好 他們都會做出一些 讓你就是沒有辦法 做好準備的事情 除了當小周周的好媽咪 昆凌也進去好萊塢當情女搭載 她原本陷入得她個性大反差 鍛鍊體能讓她每天 很興奮的期待打戲 沒想到意外發現 小周周潛在的暴力因子 其實我覺得我還滿興奮的 因為每天都訓練兩個小時 然後每次都會問說 今天可以打戲了嗎 今天可以了嗎 就是很想要趕快 很怕自己的狀態 就是如果突然感冒 或什麼狀態又不好 所以很希望在好多狀態的時候 趕快把打戲拍完 女人好像也會受你影響對不對 個性越來越暴力 我相信這句看來是天生的 這一點比較像誰 這一點應該比較像我 比較暴力一點 就是娛樂台北採訪八道 我真的說年輕真好 因為畢竟昆凌現在都還不到25歲 所以當媽媽之後 雖然昆凌綁的是兩把 但是一點違和感都沒有 如果有一天未來 我當媽媽還綁兩把 我相信粉絲應該會很想揍我 好 再來看看的就是 創作暖男 最近也很夯的周星哲 周星哲他今天舉辦了音樂會 然後很多粉絲都說 他撞臉 撞的是誰呢 就是韓國的金秀賢 歐巴 但是也有粉絲說 他小時候撞臉的是林俊傑 後來我們小編 就為大家整理出來 找到一個共通點 不能說什麼單眼皮 就像林俊傑好嗎 創作暖男周星哲六號舉辦音樂會 這也是他出道三年後的 第一個個人音樂會 讓粉絲等了這麼久 可要多準備幾首歌回饋歌迷啊 在彩排時 除了演唱為RM創作的歌之外 也自彈自唱的孫燕姿 以及林俊傑的招牌歌 溫柔的嗓音營造出浪漫氛圍 今天也是第一次看到我全部的小星星朋友們 然後聚集在這個地方 然後聽我唱歌 所以等待這天等了很久 然後也很興奮 然後害怕這首歌呢 是我一聽完就覺得 那我自己要試試看 寫自己的法語情歌 我不再去執著我是誰 我是我在夜裡等的眼淚 也可說我看不開的 我為你我能做的 竟然沒讓你相信是愛情 所有的我 不少歌迷也發現 周星哲除了壯臉韓劇 來自欣欣的你男主角金秀賢 沒想到小時候 竟然也長得像林俊傑 原來三人的共通點竟然是 可能就是眼睛吧 就是都單眼的底這樣 還滿開心的 因為就是代表 我這個型就是 大家還滿喜歡的 另外周星哲也說 為了這次的音樂會 努力健身 不過彩排時 全身包緊緊的他 好身材完全藏不住啊 也希望周星哲 能用溫暖療癒的歌聲 一直陪伴大家 這是娛樂 台北採訪報導 再來看看是新生代女星 邵雨薇她出席了活動 她在活動當中 真的是表現非常大方 她竟然牽洗她師弟的手 不僅偷牽人家的手 而且還拿起來聞 我真的覺得男生跟女生 真的是非常不公平 如果今天是邵雨薇 她的緋聞對象 她的男朋友張立揚 是在活動當中 偷牽女生的手 還拿起來聞 我想回家應該就是手剁掉 邵雨薇8號帶著同門師弟 黃子皓出席香氛品牌發表會 沒想到竟然背著立揚 偷紋師弟的手 害我們立揚要哭哭了啦 不過雨薇居然認得 立揚身上的香味 好讓人害羞啊 她的 她噴香水的味道 好像也還滿清爽的 滿好聞的 如果你可以聞到一個香味 然後你就想起那個人 那那個味道就會變得很特別 從16歲就有噴香水習慣的雨薇 對於香水頗有研究 也透露自己會隨著演出 不同角色 而有不同選擇的方式 我覺得珍珍就非常適合 那種橘子的香味 就是很活潑很輕快的那種味道 如果是飲汝的話 我覺得她應該就是那種 野玫瑰之類的吧 沒想到我們雨薇小時候 為了藝人歌手夢 竟然有這麼可愛的舉動 我小時候就非常喜歡唱歌 你們一定沒有辦法想像 我小時候的喜歡唱歌到什麼程度 我是拿兩台錄音機 然後一個空白錄音袋 然後就是播這邊的歌是卡拉 然後我用這邊錄音帶 在錄自己唱歌 然後我每天都在聽自己唱歌 然後聽自己唱的怎麼樣啊 那個空白錄音帶啊 它就是我的專輯 我就會拿去送人 所以你看就是我的專輯 我媽聽了就覺得我很吵 因為我 因為只是在家裡 常常在鬼喉鬼叫這樣子 就是娛樂台北採訪報導 還記不記得方大同前陣子 發了一張專輯 然後他在發專輯一口氣出了21首 我那時候還在想說 哇 創作才子 果然是創作才子 感覺好像有源源不絕的 這個創作靈感 結果沒想到方大同那時候就說 他發了這張專輯 是他人生最後一張專輯 發完之後 他就要退居幕後 今天記者就問他 到底是不是真的 他說只是暫時的 因為他想要退居幕後 做一些幕後製作的東西 但是方大同說了一句話 讓我覺得非常shock 他說他出道到現在 只休過三天假 到底真的假的啊 方大同7號出席3C產品發表會 傳出先前發行創作大碟後 將會從此退居幕後 方大同也連忙澄清 雖然目前專心於幕後工作 但絕對不會放棄音樂 很多人說你是不是退回幕後 消失了 不是 因為上一個月的確有個報導出來 我自己看我都嚇了一跳 我說怎麼好像講到 就是已經會退休的感覺 但其實沒有 只是說暫時真的是暫停做原創的大碟 那還是會有一些創作 只是說可能跟以前的模式不一樣 因為接下來透過副音樂 也希望可以再陪自己一些歌手 一些藝人 我會繼續有音樂的作品 但是可能沒有以前那麼的量 可能不一樣 那大同有關心一下美國大學嗎 你說大學 對美國大學 對美國總統大學 有知道一些 沒有完全沒有 因為最近也真的挺好 在音樂上擁有好成績的方大同 感情狀態也一直備受矚目 但我們大同也說 現在很忙沒時間啦 更沒下落了應該 因為現在真的在 就是除了剛說的音樂影視之外 其實還有一些別的項目 雖然還不能透露是什麼 但是應該說整個 接下來的五年到十年 其實還有滿多想做的創業 就是娛樂台北採訪報導 回到我們就是娛樂Live直播的現場 我們今天就是要讓大家活得很健康 因為現代人多多少少都會有 作息時間不正常 飲食不均 然後常常外食營養不均衡的問題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來幫助大家 今天請到了一些藝人還有達人 要來跟大家分享說 怎麼吃才會健康 當然今天我們介紹來賓之前 我們當然今天坐到寶座 我不知道玉琳哥今天要的 殘聯多少坐在這邊今天的苦楚 這已經連續第二天了 所以他們說現在節目名稱就是 舊室娛樂之舊舊沈玉琳 對啊 我們每天的題目都是為你 我坐在這邊活像是個那個 就見證 而且他是不健康的見證者 就舉凡 心 肝 脾 未 善 都跟我有關 對 因為我常常 因為玉琳哥常來錄我們舊室娛樂 我要觀察玉琳哥 玉琳哥其實常常晚上 他注意問他要不要吃東西 他說我不要 可是晚餐又跟大家去大吃大喝 像這種作息不正常又外食 像我們來的時候 常常就六點鐘 六點鐘不吃 然後等到錄完 滿晚以後 到了晚上九點 等於才在吃晚餐 九點吃晚餐以後 我們又晚睡 兩三點才睡 結果凌晨一點 又吃一餐 這超不健康 然後你不要有這樣就沒事 還有事 你知道有的老人家會夢遊 你知道嗎 那我也不例外 夢遊 夢遊幹嘛你知道嗎 打開冰箱 早上起來 他還說怎麼回事 冰箱一袋生肉不見了 太誇張 你晚上一起來吃生肉 不要在那邊唬爛 就是夢遊 夢遊 夢遊 沒有 後來發現是我們的狗吃掉 OK 所以我們今天 舊室娛樂之舊舊沈玉琳 我們請到幾位藝人 現在都是很厲害的達人 我們請到的是阿嬌姐 嗨 好久不見 大家好 好久不見 我今天是來救救雨林哥的 是 希望啦 希望 對 阿嬌姐最近常迷上了 這個去露營野吹 待會可以來教教大家 怎麼樣可以做出好吃 又健康簡單的料理 好啊… 今天做得非常的簡單 OK… 接下來要介紹一位型男帥哥 也是我們名模料理達人 Tomo老師 Tomo老師好 妳好 Tomo老師看到他的帥氣外表 還有他的健壯身材 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 都很想要像他一樣 吃得健康 然後皮膚才會好對不對 真的 好 待會跟我們來分享一下 當然我們聊到健康 我們不免要邀請 就是我們營養學的博士 我們邀請吳憶榮博士 大家好 好 我們剛剛一開始就有提到 因為現代人都有很多文明病 到底我們現代人最常看到 你在臨床上還有很多 就是現代人會有的毛病 有哪些 其實就是肥胖引起了很多後面的 像慢性病 高血壓 痛風 妳好像應該都有 脂肪肝 對 其實這些應該 玉琳 妳應該身上多多少都有一些吧 所以妳一直說胖會得百病的意思 對 沒有錯 現代人常常外食 而且我們剛剛一直在講說 台灣人其實一直都有胃的毛病 胃有毛病的人很多 現在大腸有毛病的人好像也不少 對啊 其實我覺得大腸有毛病 真的是可以預防的 對 因為其實大腸 它會從席肉開始 然後慢慢變成癌變 這時間大概十幾二十年都有可能 如果說妳在前面去檢查 其實不會有什麼問題 所以席肉其實割暑就OK 對不對 而且割掉席肉沾醬油吃也不錯 對啊 很噁心 又不是四神湯 對啊 又不是干簾 切干簾 四神湯是曹希平他爸爸在幹的事情 對 我知道 他爸爸是密尿科醫師 他常常幫人家經割那個 那我覺得大腸 他割下來以後就要到一樓 一樓在賣四神湯 那賣亂共啦 監製要罰我們錢了啦 沒有 我是覺得大腸有問題 跟飲食真的很有關係 因為現在有人亂吃 尤其是纖維都吃不夠 蔬菜 水果都吃不夠 然後連那個米飯都要吃得太精緻 就是精緻的米 很多人不喜歡吃糙米 對 糙米其實你處理的好話 其實糙米真的很好吃 糙米因為就是糙 就吃下去口感就不好 也不是 如果說你真的很不習慣的話 你就是可以糙米 然後混白米一起 像我自己在家的比例是3比1 就是我白米是3 糙米是1 因為我今天也不喜歡 小孩也不喜歡 所以把糙米的比例降低一點點 對 但是你就是有吃不飽 你怎麼會這樣子的感覺 其實我在家也是慢慢的習慣跟調整 剛開始我要弄糙米的時候 我們家的小孩老人 一定都反對 反對 大家都習慣 可是米還不是主因吧 主要是肉吧 沒有 肉也不能吃太多 其實也有研究說 肉吃太多也會造成 一個大腸癌的一個危險性 還有瘦壓 現代人壓力又很大 我相信電視界的觀眾朋友 很多人可能就是工作壓力大 晚上會有失眠睡不好的問題 睡不好抵抗力是不是就變差了 一定的 因為其實你不要以為說 睡眠就是睡覺而已 其實它睡眠跟我們荷爾蒙 整個荷爾蒙的運作都很有關係 荷爾蒙的運作 如果說整個失衡的話 其實也免疫能力就會整個 也是變得很不好 而且會喜怒無常 不要多忍 連狗都會 那狗你注意看 因為我常年養狗 晚上如果睡不好 早上起來看到人就廢 看到黑影就開炮這樣子 很好 還會胖 對 那都想過那是你的問題 因為他純粹看你不睡眼之類的 因為這個很厲害 甚至有這個事你會想到狗 你會扯到狗 沒有 因為 我們人都扯不完你還扯狗 因為自從我老婆 我們生小孩以後就是這樣 因為小孩半夜會哭 所以那個狗的生命品質 狗的生命品質就沒以前那麼好 狗又吃醋 所以他情緒始終維持在一種 不鬆不鬆的狀況 我下次開個節目讓你聊狗的好不好 好啊 開一個單元 但是現代人其實最有問題的是 其實是 眼睛的問題 因為你常常 你在辦公室你要盯電腦螢幕 然後你回家你又要盯手機 然後你回到家了之後 你還不能休息 看電視之外 我們就是要看沒錯啦 你還會盯著手機要看直播對不對 所以現代人其實眼睛 你這樣長期使用 其實黃斑部病變的比例越來越高 我們這邊有幫大家做了一個 統計跟調查 有查了資料 其實台灣人平均每人 滑手機的時間高達205分鐘 你一天要滑205分鐘的這個時間 然後有近五成的人近視 而且使用手機的時間跟近視的比例是 全世界最高的 可怕的 是全世界 做捷音就知道 10個有9個在滑手機 剩下那一個是滑淚的在休息 所以現在現代人使用 就是手機的頻率太高 我想要問一下營養師 使用手機頻率太高 你們有看到一些什麼現象 有 其實我覺得 就是白內障提早出現 以前的白內障不是都 老人家 對 可是我前一陣子 跟我朋友約吃飯 他說他要換白內障的水晶體了 那他大概幾歲 那這樣就透露我的年齡 沒關係... 你朋友有可以交年紀小的 對... 你也有忘年之交 忘年之交 我大概才40出頭 40出頭就白內障 對 那跟妳是高中同學嗎 沒有 他是... 沒有 他是有高中老師 他沒有高中老師 問人家的年齡 我跟他忘年之交 OK... 那所以呢 我們下一個階段要交觀眾朋友 如果你現在真的覺得說 眼睛有一點不舒服 其實吃的東西 吃對的東西是可以保養眼睛了 我們待會兒休息一下廣告之後 我們阿嬌姐要來帶來一道 這個名稱聽起來很厲害 叫 重複一次 該不會就是夜市買的 大後那種 應該不是吧 就吃完之後 你就可以火眼睛睛了 廣告之後我們一起來品嘗一下 好 我們就是在Live直播現場 一剛開始就有跟大家講了 現代人很多人都有眼睛的問題 所以今天阿嬌姐要為大家帶來這道 名字非常響亮 火眼睛睛 摩洛哥風味海陸 潤餅卷 就是簡稱潤餅兩個字 就簡稱潤餅卷 這個字 就跟那個什麼 潤餅卷 青江菜佐 什麼義大利 什麼未來海岸仙科 其實就是蚵仔煎 沒有啦 對... 那天我跟阿嬌分享這個 我也覺得超級有創意的 對... 所以簡單的來講 我們剛剛很華麗的名稱 就是吃完之後 你眼睛會很好 火眼睛睛 就是木睛 木睛睛睛 木睛睛睛 金金金金 好... 木粥啦 木粥 我們今天要做的 我們都要標榜大家 一定可以在家裡 很簡單就可以完成 好不好 材料有哪些 我來跟大家做介紹一下 來 阿嬌姐來講一下好了 好 就是你們一般 買得到的一些中和生菜 那就是人家已經處理好的了 那你就不用自己 要再去挑很多的生菜 混合在一起 現在很方便的這個 那雞胸肉 我想一般的市場都買到 或者超市 蝦子也是 那潤餅皮可能會 所以對於北部的朋友 可能比較難一點 但是我們今天 製作單位真的非常用心 他們還是找到潤餅皮 那如果說你手上真的 如果說你住的地方 不容易買到潤餅皮 你真的就是要用墨西哥餅皮 墨西哥餅皮應該也滿難買的 對 還好 一般的超市都買得到 現在一般的超市都買得到 好的 然後再來這幾樣 就是我們說的醬子 芒果香醋5匙 橄欖油5匙 就是杏仁 適量跟 竟然加枸杞 因為要養生 一樣明目 眼睛眼睛眼睛 對 那杏仁呢 杏仁跟眼睛有關 當然有關 有什麼關 杏仁是它所有堅果類 維生素E算是最高的 所以杏仁可以多吃就對了 對 而且 那個因為維生素E會保護眼睛 我們保護眼睛 有一個東西叫做抗氧化的 這個營養素 那維生素E非常好 它會把一些自由基 譬如說我們 像我們現在在攝影棚裡面 有一些 有自由基在刑事我們 難怪我都覺得痛痛的 對 眼睛啊 最怕自由基 妳好誇張 我比較敏感 自由基弄你 你真的沒有感覺 他一直弄你都不會有感覺 因為我有靈異體質 真的 自由基弄還會有感覺 自由基真的不靈異好不好 然後吳博士 對 所以還有像他那個 用枸杞也非常好 也是明目的 明目為什麼 以前大家都說明目為什麼 可以發現它其實葉黃素 在枸杞裡面也很多 真的喔 對 而且如果說大家 可能如果你們常到日本去買 那種藥妝店 買那種眼藥水 它一定會有一個是寒衣 就是那種眼藥水 外面包裝會有一個寒衣 那個為什麼就是明目 明目不懂 現在終於懂了 而且這一道看起來 雖然感覺很稀釋 可是加了一個枸杞之後 因為枸杞又有適當的甜味 又不一樣 好 來做一下 應該滿簡單的 很簡單 所以我們還可以開槓一下 就是如果說你家裡有任何的醋 比方說是一些成年的老醋也可以 但是可能是要那種 我們說的可能巴薩米可醋 之類的這些 那我今天用的這個 你也喜歡嗎 我很喜歡這個牌子 因為它的香味非常的好 對 因為我很喜歡他們家的芒果香醋 是 那我們就今天這個菜的份量 我大概使用一半 那這樣子的份量 你大概用個五匙左右 五匙 對 所以這餅是貴的 很貴 不便宜 不便宜 難度貴 它那個也不便宜 對 那因為我覺得自己吃 要對自己好一點 我們就盡量 像宜佩也說 她吃得很健康 我家也有這罐 其實就要挑一下 那這個是他們家的青檸檬 橄欖油 就有點青檸檬的這個風味 我們就加一點 阿嬌姐是下重 真的 她現在加的這一罐 我也是不陪妳 那因為我左一點點 不是 我加一點點 我MIX一下他們的這個特級橄欖油 請問一下那個MIX是什麼意思 MIX就是MIX 我以為是錯過了 我想 對 對 我這杯子也是錯過了一些事 對 好 那我們就這樣子 那一般妳在家裡的時候 妳可以把它調好 如果說 對 如果妳有黑胡椒 妳也可以加一點 那因為今天 一般我在家裡 是我這個香醋 油醋 我是不加鹽巴的 那不加鹽巴 是因為我加進來的食材 比方說雞肉 或者是蝦仁 它已經有多一些香味了 那今天可能 他們已經先準備好燙手了 我覺得它的味道比較吃不進去 所以我就在這個沙拉裡面 加一點鹽巴 對 妳也可以不加 真的有 黑胡椒這裡也有 我們就在這裡都加一點 好 那妳就大致上把它稍微攪拌一下 反正裡面就是有油 有橄欖油 然後還有 香醋 對 妳剛剛講到的檸檬也很好 對 檸檬 妳可以滴一些新鮮的檸檬 對 因為我們今天主要的味道是芒果 妳可以試試看 這我好喜歡 這個味道很棒 好清爽 對 而且這個味道就是妳一聞 妳就覺得 好想吃 對 他們家的油 有一種香水的風味 我們不要再幫他們家油管道 對 也是 對 不要想補牌 對 好 那基本上這個時間 妳就可以放著 讓它兩個稍微調和一下 這個時間在家裡的話 我通常就會去燙雞胸肉 OK 那雞胸肉燙法 有還滿簡單的一個燙法 然後燙出來雞胸肉會很嫩 對 那不是加任何的東西的 有時候我們都會覺得 雞胸肉燙完之後會柴柴的 對 有些小朋友就不喜歡 到底要怎麼樣燙雞胸肉 才會嫩呢 像我在家裡的做法是說 妳看那個水還沒有滾 就是稍微溫溫的水的時候 妳就把雞胸肉放進去 放到鍋子裡面 然後妳就開始開火 等它整個滾了之後 馬上關火 蓋上鍋蓋 然後用餘溫燜 對 妳就燜個大概15分鐘 這樣子的雞胸肉 就會變得很嫩很嫩 這小費包可以學起來 可以試試看 一般不只是雞胸肉 除了雞肉妳都可以這樣做 那這什麼菜 這個美生菜 對 就很多的不同的蔬菜 妳喜歡吃什麼樣的蔬菜 妳就可以把它很隨性的 掰一點進來 我覺得這道料理 當早餐吃也可以 妳當中餐 晚餐的 像玉琳哥半夜打開冰箱的時候 家裡如果都 冰箱裡面都放這個 我相信它不會有大腸上面的問題 這一道的話 热量很低 它用的蛋白質來源 像是蝦子 還有雞胸肉 都幾乎沒有脂肪 很低 然後蔬菜量有夠 然後我剛剛忘記講 那個阿嬌今天用蝦子 護鹽很有幫助你知道嗎 因為蝦子裡面有個鑫 鑫這種礦物質 心的蝦子對護眼也非常的必須 而且心對於重鎮男人雄風 也有很大的問題 對…你只知道這個對不對 我只知道那個對眼睛 我只知道對男人 好 我們製作過程 可能稍微要快一些些 我現在就把這個 因為這個有限時間了 差不多會被處罰 我好緊張 他等一下會給你倒數的時間 OK 我把這個摩洛哥風味的這個 超市要喝那個 香料放進去了 我剛剛放進了摩洛哥香味 那但是我覺得它因為燙好了 油一點 好香喔 很愛好 對 你再加一點橄欖油好了 因為它 我覺得它今天太早燙起來了 所以我覺得它再加一點油 可能會更好 然後這個按摩完了之後 把這個加進去 把這個加到生菜裡面去 其實你下次如果需要這些菜的話 我有一個麻吉 林國雞 他家種很多菜 他昨天來 對 有機的 無毒的 對 好 那我們這個香醋拌進去之後 你就可以準備一張潤餅皮 是 好 潤餅皮顧名師應該是可以顧眼皮 吃皮補皮這樣 對 然後這個時候你就可以 一佩 我覺得你可以先 單吃一下這個身材 可是我可能覺得沒時間 你先做一個完成的 完成品 我覺得一定很好吃 這就是我的菜 對 那吳博士 除了今天我們提到的 上述的食材之外 還有沒有哪些食材 其實對眼睛保護也很好的 有啊 像現在那個菠菜超讚的 菠菜 還有藍莓 都是非常好的一個食材 是 其實是很簡單 對 很簡單 我剛剛忘了加那個枸杞跟堅果了 跟那個杏仁 我現在在加 好 所以菠菜 藍莓 應該說凡是富含葉黃素的 都是OK的 可是因為可能觀眾不知道 什麼是富含葉黃素的 像我在家裡嘗嘗 我剛剛講的那三個 叫菠菜 還有玉米 還有枸杞一起炒 那顏色黃綠紅 多好看 菠菜 枸杞跟玉米可以一起炒 你試試看 我跟你講 什麼都可以炒枸杞是不是 對 因為你要護鹽的話 枸杞就是乾炒的那種意思 對 那種感覺 就百搭 你喔 就是你把那個菠菜 然後那個就是玉米 你給它炒一炒 然後最後撒上一些枸杞 其實顏色很漂亮 而且就是超級護鹽 但是不能搞混 因為顧眼鏡是葉黃素 我一個朋友搞錯了 他弄成黃體素 不是啦 吃了一個月的黃體素 後來懷孕 是葉黃素 不好意思 是葉黃素 觀眾朋友 不要飛魚的誤導 只有吃黃體素 也不見得會懷孕 對 對不對 就是荷爾蒙會有一些變化而已 是葉黃素的各位 應該一些那種營養學博士 很怕遇到玉琳哥 因為就不知道該怎麼接 這樣有的人去要打肉組 桿菌打到大腸桿菌 好噁心 因為有那種人 對啊 我不相信有這種人 好 現在阿嬌姐 正在製作當中 我們今天要教大家很簡單 因為它剛剛就只是拌一拌 然後潤筆皮放下去 捲一捲而已 然後用的就是兩種不同生菜 你在超市買喜歡的生菜都可以 我覺得這一捲 大概不到100卡 好健康 所以如果說你要 對 如果說你想要減肥的 你就可以自己帶著這個 對 這個是我的菜 我做好三卷 好 做好三卷來分給大家吃 厲害了 來喔 其實這個一卷吃下去 應該就滿飽的 對 其實這個真的非常好 我們平常的纖維太少 各位 健康歸健康 真正的考驗是說好不好吃 因為有時候健康難吃 對 也是個 對 我沒有 我在做 還是我們來玩那個遊戲 什麼遊戲 謝謝你咬一邊 他咬一邊 不要啦 不要啦 對 玉琳哥幫我們分享一下 Tomo老師好了 因為Tomo老師也是料理達人 老師 老師 怎麼樣 好好吃喔 好清爽 好清爽嗎 好清爽 對 而且是每一個果感都是都有 有一點酸酸的 酸酸 對 這是很開胃 對 很開胃的東西 重點是這道料理呢 你自己觀眾朋友在家裡 就可以完成 它非常的簡單 都是只要拌一拌 你會捲吧 每個人都會捲壽司一樣 捲一捲就OK了 所以這一道是 火眼金睛 潤瓶卷 就是摩洛哥那些風味 你自己去調 你想要調 對 你也可以調 摩納哥或是巴西風味都可以 或者你是用咖哩粉也可以 柳皮粉丁 那個油真的滿厲害的 很厲害 是嗎 不要再幫他廣告 我怕會賣太好好不好 好 廣告之後 其實現代人文明病 還有第二樣 就是外食的問題 如果你常常吃外食的話 你蔬菜攝取量不夠 你可能會有一些 譬如說素便 或是一些便秘 尤其是女生 很常常會有一些便秘的問題 便秘久了 你都不去處理它 你可能就會變成 可能大腸會有問題 然後大腸癌 造成皮膚光澤不好 所以廣告之後 這一段一定要鎖定 因為我也很想吃這道料理 待會兒是Tomo老師 要介紹一個私房菜 叫做素便 Sayonara 幼稚沙拉 廣告之後馬上回來 好 今天我們就是一個 Live直播現場 就是讓大家吃得很健康 今天第二道料理 是非常帥氣的 我們的Tomo老師要來介紹 因為外食族 常常會有一些素便的問題 對 如果說你的素便沒有排乾淨的話 你接下來可能更嚴重 就是現代人 很多人會有大腸癌 可怕了 對 所以怎麼樣去排素便 怎麼樣讓跟我們的素便 Sayonara 看Tomo老師 你今天要介紹什麼料理 好 就是今天是介紹沙拉 沙拉 對 然後這個沙拉就是有加熱過的食材 還有就是先吃的食材 是 然後就是醬 就是自己調 醬是自己調 因為我覺得這道料理 我聽起來就很想吃 因為它用優格去調醬對不對 因為其實沙拉 我想要問一下吳博士 其實現代人喜歡吃沙拉 但是那個醬熱量是不是很恐怖 很恐怖 對 尤其像用什麼美乃滋 油 那些真的 還有加糖 對 如果可以用優格自己去調 如果說可以用原味的會更好 然後我們自己加我們需要的 一個料 那個材料在裡面 是 了解 所以今天Tomo老師要帶給大家的 素便Sayonara沙拉 裡面有什麼食材 就是羅美葉一把 小馬鈴薯四顆 紅蘿蔔一根 花椰菜適量 藜麥一小杯 藜麥長什麼樣子 藜麥是這個 這是紅藜 紅藜 紅色的藜麥 這這個好不好買 為什麼要夾還滿好買的 其實現在就是很流行 然後就是 營養身份很高 可是味道吃起來是怎麼樣的 這個是有一點苦苦的 所以它是可以 現在處理過可以吃嗎 這個有煮過 這有處理過 為什麼要把菜弄得苦苦的 它原本就苦苦的 它品種是苦苦的 藜麥吃起來有一點點微微苦 有點像是 好吃的糙米的感覺 對 就是口感是有嚼勁的 然後另外是小番茄10顆 其實這些食材都還滿好取得的 其實裡面的食材都可以 就是喜歡自己吃的東西 自己可以調配換就對了 然後今天是加了這是地瓜 地瓜 對 多一個 地瓜感覺就是可以 有沒有 有沒有 吃完之後感覺就會有FU 地瓜也是自白病 對… 地瓜葉再加牛奶 再加鳳梨 再加蘋果 那是昨天那一道 對不對 也是一絕 好 那TOMO老師我們要怎麼製作呢 因為食材看起來都還滿清爽 很簡單的感覺 對 然後這是馬鈴薯 還有花椰菜 地瓜 粉蘿蔔 就是要加熱 如果比較不方便的話 就是水煮也可以 或是蒸 對 可是我今天就是為了口感 所以地瓜跟馬鈴薯 就是用烤的 用烤的 比較香 好 就是有不同的口感這樣 吳博士 我想要問一下 今天TOMO老師準備的這些食材 是真的都可以幫助我們 真的 它每個纖維都很高 而且我必須要強調說 我現在人真的要注重素變的問題 因為不要以為說 好像飢餓大便 只是便祕 事實上現在腸道 不是只有說是消化吸收 現在腸道是有一個概念 就是我們的免疫器官 對 如果腸道不好 我們免疫系統就會下來 那你想想看 如果說整天都積著那些素變 然後我們免疫系統 就整天跟糞便在一起的話 那很恐怖 所以有人說不吃早餐 是什麼意思你知道嗎 不吃早餐 它變成大腸一直在吸收你的糞便 變成你不吃早餐 你變成在吃大便 真的啊 哪有這種說法 這個是一個醫生講的 怎麼會每次經過日音樂講 都怪怪 這變成大腸自己在吸自己的大便 有這種事有這種說法嗎 其實我覺得如果他這個醫生 用這樣子來嚇大家 讓大家吃早餐 多吃一些纖維也是非常好的 OK 所以今天TOMO老師準備 都是富含纖維的 好 怎麼做呢 來教大家 其實很簡單 就是 生菜放進去 怎麼覺得你們在放生菜的感覺 跟剛剛阿嬌姐處理的感覺 是差不多的對不對 對 他們就少那瓶油 然後這個是綠卷 綠 這個也是口感 就是味道就是有一點不一樣 對 而且這個菜我喜歡吃 然後都一些綠色蔬菜 然後這個是馬鈴薯 用烤的馬鈴薯 花椰菜是用燙過的 對 燙過的 花椰菜也是好東西 對 花椰菜很厲害 紅蘿蔔 好 我不喜歡吃紅蘿蔔 我可以嗎 怪怪的 應該感覺不太搭 怪怪 太涼了 對啊 好 這看起來就很可口 好漂亮 顏色 有沒有 顏色超美的 好 然後就是 接下來是醬汁 好 醬汁是重點了 大家學起來 這個應該是關鍵 調的是優格醬 對 這個是無糖的原味優格 無糖原味優格 然後你再加一些糖進去 鮮莫子 多此一舉 蜂蜜 蜂蜂蜜 然後這個是蜆蜜 就是有顆粒的黃芥末紫醬 OK 多少 差不多 一湯匙 一大匙 一大匙到兩大匙 就是喜歡自己的 自己的口感 對 酸度醬 我一直在想說 黃芥末紫醬加蜂蜜 這個是搭嗎 還加優格 到底搭不搭 很搭 真的很搭 因為我家也有黃芥末紫醬 你下次在家裡試試看 超好吃 你會愛上它 而且優格會提供它酸的口感 而且優格對於就是我們腸道 好菌的一個增生會更好 讓好的細菌增加 壞的細菌壓下去 而且很多纖維 它的纖維裡面有很多寡糖的東西 又是好菌的食物 所以就相得益彰 所以這道真的是優格加上這些蔬菜 根本就是真的 樹邊Saya Nana 的確是 而且有些女生除了說 可能會有樹邊的問題 是不是泌尿道也有問題 優格到底有沒有幫助 有 其實它有些好菌 它其實會也是 順便會抑制那邊的壞菌 了解 好 這樣就辦好了 對 然後這是 剛剛那個紅梨 紅梨 紅梨不是加進去這裡 是加這裡 它好像兩邊都有加 你這裡有加嗎 沒有 這個是芥末紫醬 不一樣 因為剛剛看它偷偷在加 然後故意不講 偷偷 OK 不知道有什麼東西 好 這一道真的看起來 就很合口 光是那個顏色就好美 這感覺再來個潤餅皮 又跟那一道一樣 那是上一道 那上一道 好 我們也要說一下 我剛剛那一道 其實也可以當沙拉 它是一石二鳥的 就是沒有潤餅皮的話 就當沙拉吃 對… 我覺得看阿嬌姐 跟看托莫老師做那料理 感覺就是 我們現在現場是不能有油煙的 我們其實就是拌一拌 你在家自己就可以做 有些婆婆媽媽怕說 要煮還要炒 有油煙 不用 你就直接拌一拌 而且很多小朋友 那個不喜歡吃蔬菜 可是如果這樣做的話 他就會喜歡吃 對 這樣就好了 對 這樣就好了 不會吧 真的… 你今天通告費很好賺 真的 開玩笑 開玩 糾蛋… 好 好 來 所以其實就是拌一拌而已 那問一下吳博士 再老師分給大家吃好不好 好 來…這個一定很美味 對…來… 來… 好 然後在老師分給大家 分食的過程當中呢 吳博士跟大家聊一聊 如果說我們剛剛除了這個優格 它可以幫助大家 可能消化吸收之外 還有沒有哪一些是對於 譬如說排素變 或者是有一些素變的問題的 有幫助的 其實我推薦大家吃一個東西 也滿好的 那個東西叫做牛棒 謝謝 牛棒有很多人不敢吃耶 牛棒很好吃 牛會不敢吃 牛棒我喜歡啦 但有一些人不喜歡 因為它是所有蔬菜裡面 纖維最高的 對 超愛牛棒的 而且它那個水啊 有那個寡糖 是 對 你喝那個水也會解除便秘 然後再把牛棒一起吃下去 那如果不是牛棒 你可以吃譬如說比較高纖維的 OK 像芹菜 芹菜 也是高纖維的東西 芹菜它接受度比較高一點 對… 那這些都是屬於就是 比較粗纖維的不溶性 那水溶性纖維 會幫助我們的糞便比較軟 是 譬如說我們可以吃一些蘋果 可是把皮去掉 好 還有是吃那個藻類 藻類 藻類 水溶性的纖維 是 它會讓我們糞便比較吸水 比較軟 好 對 阿嬌姐 怎麼樣 好好吃喔 這是你的菜對不對 玉琳哥 你這位樸煮 今天不然我們拯救了兩道囉 因為我沒有想到優格 那個調味以後 那可以這麼的美味 因為其實我不太敢吃優格 是 可是優格類 你怎麼會不敢吃優格 還要自己調 因為很多的 小時候都很怕那種味道 對 因為它有一點像 有一點好像酸奶 或者更生的那種味道 套生這樣子 可是因為今天 TOMO它加了一點蜂蜜 是 然後我覺得那個 謝謝 我來試試看 那個紅藜也很棒 因為它帶一點微酷 我覺得很棒 如果說有蔓越莓 或者是藍莓 真的 我覺得可能對女生來講 對 再早上去一點 會更喜歡 對 女孩子也會更喜歡 我覺得她儀佩會喜歡 對 而且吃起來很健康清爽的感覺 這個番薯也滿厲害的 我覺得番薯好吃 對 而且重點是 TOMO老師今天是用烤的來處理 那如果你在家 你沒有時間烤沒關係 家家戶戶都有電鍋 電鍋打開 是不是切小小的 然後丟進去 還是說整個 蒸完之後再拿出來切 先切也可以 就是切小塊就是煮的時間比較短 就是比較快速這樣 對 好 今天TOMO老師帶給大家這一道是 素辨沙喲拉沙拉 是優格沙拉 是很簡單做的 那接下來我們下一段要來聊到的 就是說 現代人都會有營養不均衡的問題 那如果營養不均衡的話 會造成的問題可多了 而且肥胖三高 這些都是因為營養不均衡而來的 所以接下來我們壓軸 就要讓我們的吳博士 為大家帶來一道 這道料理聽起來很厲害 叫做六神合體 六神合體 怎麼聽起來像六神無主 沒有…是六神合體 不好意思 六神合體 健康無敵套餐 廣告之後 吳博士要帶給大家 好 我們今天最後壓軸 就要讓大家所有的營養素 一口氣就吃到位 因為營養師介紹的 一定是非常地道味 均衡 均衡營養 所以這個叫六神合體 請問六神是哪六神 哪六神 不是四神 四神加兩神 其實我們食物會分成六大類 那你開發一二三四五六 輪迴又有分六道 對 第一個就是顴骨根莖類 就提供我們碳水化合物的 然後就是豆魚肉蛋類 提供我們蛋白質 第三類就是蔬菜類 然後就是水果 水果類 然後再來第五大類就是我們的 就是乳製品 然後第六大類就是我們的 堅果種子 油脂類這樣子 了解 就全部都有了 所以這個混合在一起 我們要做的是七彩日式飯糰 加上番茄優酪乳 所以它是一個套餐就對了 一個套餐 就一個套餐 一個譬如說飯糰加個飲料 你就可以把這個六大類食物 全部一起吃進來 蛤 那麼厲害 而且那個食材 其實看起來很簡單 很簡單 其實就是我們家裡的飯 那如果因為今天 白米糙米跟玉米粒 因為今天沒有糙米 所以就先用白米 我在家裡會用一半的 會用糙米這樣子 我們就一直在想說 我們要減肥 是不是不能吃白米 太多精緻的白米 可是其實適量是OK的嗎 適量是OK的 是沒有問題 我覺得白米就是 如果可以換成糙米是比較好 對 但是妳說可以吃 我才 我會吃 會喔 因為有妳掛波警 我就覺得可以吃 所以我聽到的話 然後下個月來就肥無公斤 肥無公斤這樣 白米OK啦 因為澱粉沒那麼嚴重 對 我有吃澱粉 我覺得澱粉這幾年來 被污名化了 我覺得是 真的 因為我覺得澱粉真的要吃 我自己在 譬如說我在控制體重的時候 我頂多是晚餐不吃 我的早餐一定吃比較多 然後中餐吃少一點 對 接下來這個是蛋白質 蛋白質我用的是什麼 對 是豆 就是鮪魚 鮪魚跟蛋皮 是 對 所以也是把它 過進來這樣 好 鮪魚跟蛋皮 對 妳可以發現說 我剛剛那個飯 其實也沒有像一般的壽司 在調味 對 然後再來就是蔬菜 這個對小朋友最好了 你知道嗎 因為小朋友不吃的話 你把它剁得很細 它怎麼樣都挑不出來 小朋友會挑出來 小朋友沒那麼傻 有可能的 小朋友一坨東西放進嘴裡面 對不對 對 不對 它就單獨吧 全部嗎 蘿蔔吐出來 那個玉琳哥 你回去給你女兒吃吃看這一刀 它應該不會吐出來這樣子 那其實就是把它 Mix在一起 對 M.I.X在一起 不是mix 對 今天捧紅了一個字 就是mix 對 我們今天大家都在 都在mix這樣子 因為我今天看三位 今天三位達人跟營養師 全部都是拌一拌而已 真的就是拌一拌 很簡單嘛 對 我們無油又無菸 因為我們在家哪有時間 就是在那邊就是炒這樣子 對 而且真的是太 連兩天我們都無油無菸 主要原因是 因為我攝影棚也不能開火 所以我們只要找一些 無油無菸的東西來做 但是也符合健康的原則 是 對 其實你把它大概混勻以後 我們就可以來捏飯糰 捏飯糰 好 我其實捏飯糰 我只要一個保鮮膜而已 不需要像日本一樣那種 一捲那種東西 如果你家裡也有 也可以 因為我喜歡做這樣子 是小朋友 我把它捏成小球這樣子 對 你把它捏起來 那把這些模式 可以吃進去的嗎 如果你想吃的話 可以 可是你不要 如果你想要補充塑化劑 也可以吃 可是你不要說是我叫你吃 它有一種模式 真的可以吃 對 我們小時候在吃藥的 然後看過 那個成分好像是糯米 是 你現在沒有這個年代 已經沒有人知道 我的天啊 你怎麼會提那個東西 我還會哭了你 好煩喔 嘎是什麼嘎 就這樣子而已喔 我們在家裡 就可以跟小朋友一起捏 對 那我們自己如果說 大人要吃個有捏大球一點 對 或者你放到有一種 三角飯糰的盒子 對 那直接放進去 然後你就帶便當就這樣 因為你幫我拿剪刀 好 來 看你們的胃口 再把它打開 瘦個吃小球 你弱給料會真是要搞一個 像籃球這樣 對 沒有錯 你很壞玉琳瘦 做一粒籃球 人家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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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壯瘦 然後 不好意思 好 來喔 然後我在上面在 在撒一些黑芝麻 對 好棒喔 那這樣包起來就 為什麼要撒黑芝麻 因為我們要把六大類食物 全部放進來 所以黑芝麻是扮演油脂 對 油脂好的 煎食要有六大類 我煎食要有六大類 好 然後勒 其實這樣就可以 你就是這樣子可以 這樣一餐的 你知道嗎 這個不用包起來嗎 你可以自己包 就夾起來這樣子自己 這樣子包就吃 然後其實就是說 我們再把那個小番茄 跟無糖優格一起搭 了解 對 那其實這樣子 玉琳哥你先吃吃看 我先吃看看 這看起來很美味 對啊 你也沒吃晚餐 來 是啊 而且又這麼健康 這兩天都吃得好健康 超健康的好掛 所以就可以繼續就是 大家來一起玩 如果說家裡大家無聊 圍著看電視的話 像現在大家很喜歡露營 或者是野餐 其實我覺得 我營養師今天教我們這個 也非常適合帶出去 野餐跟露營 因為只要食材 切一切 準備一下 你需要燙的東西弄一弄 然後把它切小丁 帶出去 有那個玉飯糰的Fu 他們味道比那個還要豐富 層次也多重 重點是它有玉米又甜甜的 因為小朋友就是 如果說你完全給它吃糙米的話 你在裡面再混個玉米 它會接受 對 騙一騙它 會 沒有 因為外面有海苔味 又有玉米味 所以小朋友就味覺會被欺騙 對 也忘了那個紅蘿蔔這件事 對 也忘了 而且它真的 我就不相信它挑得出來 還一定挑不出來 是 所以再搭配這一杯 你就是用優酪乳嗎 優酪乳加上小番茄 其實你自己隨便 什麼水果都可以替換 是果汁機打一打 所以要照顧健康 其實你不要想說很難 只要願意動手